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必须要投入一元转会费 要想实现欧战目标 那就必须要签下这样的球员 4.伯阿腾的离对想法 何以理解? 伯阿腾最近已经好几次清楚表达了想法 我无法去贺责他 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拜仁找到合适的替身 他们不应该设置障碍 一个可能的替代者是吕迪格 他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认为福格特也会是三后卫体系中 居中比较合适的人选 但如果是四后卫 我并不看好 5.续约罗贝里是有风险的 半人的梦想是拿到欧冠冠军 所以说 和罗贝里续约是有风险的 两个人都是容易受伤的 我也希望有一件事 必须要在内部得到明确 那就是绝对没有给他们任何一个人什么比赛的承诺 6.科曼和格纳布里 可以成为新的罗贝里 两个人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速度 得分能力 长远来看 他们可以让人忘掉罗贝里 但半人高层也可以关注2019年的转会市场 如果那个时候罗贝里离开的话 比如说 我很喜欢勒沃库森的贝里 但他必须要拿出更稳定的表现 多特蒙德的普利西奇和桑乔也值得关注 7.诺伊尔会重新回到昔日的状态 当我看到诺伊尔在国家队训练的画面时 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看上去彻底康复了 我确信他会回到最佳状态 因为他的实力 心态和态度 他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门将 并且未来几年一直都是 8.赫内斯和鲁梅尼 格偶尔的分歧对半人是好事 两个人不一定非要睡一间房才叫亲密 他们有时的不同意见 对半人也是好事 但是 他们能够同时绝对支持科尔齐是非常重要的 9.莱万能走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合适的替代者 莱万当然不能学习奥巴梅扬或者登贝莱那样的做法 他必须要和半人高层坦诚对话 如果半人找到了合适的替代者 离开是有可能的 但替代者是谁呢 在我看来 维尔纳是最合适的 但他不意味着当下 而是未来 他当然是和莱万不同类型的前锋 而切尔西的莫拉塔 则是眼前可以取代莱万的人 10.如果收到6000万 半人可以卖掉迪亚哥 赫内斯最近表示阵容应该精简 在我看来 第一个应该离对的就是迪亚哥 他的能力可能是半人会想念的 但半人并不需要他来赢得欧冠军 他和J罗是相似的球员 他们都是要求全的人 如果有巴萨或者曼城出价6000万欧 半人应该毫不犹豫